他要等他的脚抓好了以后 他才会往上撑 把腹部拉出来 然后就平平地站在那边 但是他这个时候最怕什么 怕蚂蚁 蚂蚁他如果搜索到他刚好在雨化 他就会来咬他 当夜幕降临 昆虫达人带领游客们进入武林农场 近距离观察 蚕蜕逐次破壳的天蚕变 常常听到蚕叫声 然后也会在处上发现蚕蚕 可是就是不知道蚕蚁化过程是怎样 所以刚刚有这个活动就想要来参加 刚好武林农场的夜间有导覽活动 那我们就觉得对这个生态 可以多了解一点蛮不错的 所以就带小朋友来参加 武林农场表示 台湾蚕蚕多在清晨黄昏时鸣叫 具趋光性 体色为暗色淡绿色 身负金色绫毛相当美丽 尤其雄蚕超能叫 是全台70多种蚕中 以音量出类拔萃 蚕名独领风骚 骚蚕蚕的名号就是由此而来 骚蚕幼虫在土里生活约7年 靠西树根枝域存活 脱壳五次达到武林幼虫后 在斑碗爬出群立树干等支撑物 脱壳蜕变以化成蚕 但成蚕只能存活2到3周的时间 武林农场最有名的一种蚕叫做台湾烧蚕 它是在整个台湾蚕的生态里面最大声的 它的特性是熊蚕要透过 比武朝青 就是看谁的声量最大来吸引母蚕 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 隔家来这边看看 这个夏天资料叫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声 夏天来武林农场住的避暑外 还有机会目睹蚕羽化奇景 聆听知了声声叫 武林农场也呼吁游客 发现台湾骚蚕时 千万不要去碰触 以免蚕受到干扰羽化失败致死 新唐人亚台电视胡书霞张年杰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